然後另外一部分都講說 他放低雞蛋說他是一介草民 幫你捧得跟神一樣 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 他是一介草民 有沒有瞎就好了 下一題 聽到遠雄董事長趙騰雄的草民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毫不留情直接開栓 所以希望不要再讓大雞蛋 輪流犧牲開 他每次在說什麼人家放過他 他也要放過他自己 他每天都說要護工 做個比喻 就好像說 他說我要坐火車到高雄 可是他也不買車票 也不來排隊 甚至也不來車站 他每天說他要坐火車去高雄 那怎麼處理 柯市長對趙騰雄指控隔空回批 一點都不留情面 柯市長說遠雄在拖延 事實上是事務先射箭畫法 然後再施設警察 就是說我們施設警察 我就明白講 我施設警察 他根本都還沒走進來 都還沒到那個時候 對遠雄天天說要復工 柯文哲酸度PH值破表 只強調要復工 就先來申請建造變更 雙方隔空對抗 大巨蛋的下一步 依舊沒交集 藉由張凱亮 林玉璇 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全新製作 強檔大戲 美好銀帶